大家好 我是大金 在這個12月尾的時候 我就飛了去韓國一轉 去韓國看雪 其實這部分我是在說廢話 哈哈哈哈 但其實呢 我這條影片是用這個wild camp拍攝 所以呢 我發現出來的效果 聲音是非常之差的 所以大家就聽我的配音吧 那我一下機就馬上坐車去餵海鷗 我想說韓國的日出是非常之美 那餵海鷗呢 我們是直產隔旅遊巴上去這隻船 我自己覺得是超級新奇的 沒錯 這裡我應該在解釋這些東西 應該是說 我們要2000元買蝦條 才可以餵海鷗 那2000元除開港幣呢 就應該是13-14元左右 其實都很便宜 還有是超大包 你知道羹豚呢 就沒有什麼好吃的啦 導遊呢就帶了我們去吃這間 傳統的韓式Pibimbap啦 就是韓式拌飯 唉 好難吃 我們回酒店放下行李之後 晚餐就要自己吃啦 那我就帶了一些家人去掌中洞的 元祖1號老奶奶豬手店吃豬手 那它就是在3號線東大入口地鐵站3號出口 那你們一路沿著直行就會到的了 地址我會打在info box給大家 大家有興趣可以試一下 真的很好吃它的豬手 不是開玩笑 暫限來到第二天啦 因為我們今晚要住雪山上的小木 所以我們一大早上是7點多 就要搬行李上去旅遊巴 然後我們今天就出發去Everland 愛保樂園啦 出發之前都要吃早餐的 我發覺我跟團來韓國兩次啦 它每次早餐都是那些東西來的 例如有韓國傳統的南瓜燭啊 然後有這些粉絲啊炒菜啊 然後泡菜啊 這樣就是我們在韓國經常吃到的 跟團的早餐 但是以我所知呢 平時韓國人早上應該是吃Kimbap的 就是應該是吃飯卷的 所以這麼豐富也是一件好事來的 愛保樂園呢 是在韓國京基道龍仁市的一個主題公園 它是韓國最大的主題公園 它除了有機動遊戲之外呢 這裡還有動物園 那是很適合一家大小啦 情侶來這個主題公園玩的 晚上呢 其實呢 我還去了另一個景點 就是這個神靜樹木園 話說呢 它是這個 文化的月亮呢 拍攝的地方 但其實文化呢 我一集都沒看過 它晚上呢 就是生成這樣了 是啊 就是很多 呃 好像我們中秋 看那些燈一樣 哈哈 但其實呢 聽導遊說呢 它在春天和夏天的時候呢 它有不同的設計啦 那所以呢 那時候呢 就會比較漂亮的 希望我下次來的時候 這裡已經有紅葉啦 吃完飯 就帶大家room tour 這個小母屋啦 那好像影片裡面所看的那樣啦 就是 很簡單的 就是有一張大床 然後有一個廚房 有一個廁所 那樣啦 在杜素2017的時候呢 我們就一家人一齊出了去 放煙花啦 是香港沒得玩的沖天炮啊 實在太美了 在現場看 所以呢 都祝大家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終於來到我最期待的一天啦 就是呢 去這個鳳凰城雪山滑雪啦 那話說呢 這個鳳凰城雪山呢 是有21條滑雪道啦 那我們現在在乘男車上去那裡呢 就是去一條叫做高級滑雪道啦 那就是給一些超級厲害的人去到滑的 因為那裡真的很斜啦 那裡是超斜啦 那所以我這些小學雞BB班呢 就是要去那些初級滑雪道的 現在在滑雪啊 Oh my god 這間海拔1050米的鳳凰城 怎麼看到呢 不知道 看到嗎 快點飄一下 啊 參觀完高級滑雪道呢 我就自己一個下山去到初級滑雪道滑雪啦 因為呢 我的家人都不想滑雪 也都不懂滑雪 那所以呢 就我自己繼續去啦 那其實 我也覺得自己 有一點點厲害的 因為 導遊用了半個小時 教了我滑雪之後呢 我就懂滑雪了 唉 其實我說笑而已 哪有這麼厲害啊 我 但我是說真的 我真的用了半個小時就學會了 那不如跟大家介紹一下我的滑雪套裝啦 那呢 我就是在去鳳凰城之前呢 就租的 那整套加起來呢 是不便宜的 是五萬多汪啦 那你除了港幣呢 其實是 幾百塊 三百五十塊 至四百塊左右 那 是已經全套了 那有些東西呢 就可以自己保持的 例如可能你買了滑雪手套呢 那就可以帶回來香港啦 那但是呢 防風眼鏡啊 還有 全套的滑雪裝呢 就不可以帶走的 好啦 不說了 大家看我的滑雪啦 我真的不跟你講 我過不說 这次韩国滑雪的Vlog就到这里了 因为后面太难了 而且想享受家庭的时间 我就没再拍片了 如果你喜欢我这段影片的话 你可以按like或者subscribe我的channel 也可以share我的影片出去 我们在下一条影片再见 拜拜